Telly Telly 我們不如先說一說 你當初畢業後 因為你本身是讀設計的 你做哪一行呢 做過很多行 做過4A公司 做過Graphic公司 做過產品設計公司 做過室內設計公司 連網頁的公司都做過 你也貪心的 我看你飯飯都做 這不是貪心的 因為一直都未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一直都還在找自己喜歡什麼 沒有想過創立自己的品牌 那麼大咬 而且那年代也不是很流行 那麼厲害 那就是你犧牲很多東西 是…買了一層樓 你賣了一層樓嗎 是呀 賣了一層樓來創業 正在說賣了一層樓 所以我可以創業 有時候人是當你去到 很多東西都找不到自己想要什麼 突然間有一件事 或者有幾件事集合到一些念頭 你就會發覺原來就是那件事 我想問你這條腦 因為你做完這些之後 剛剛也跟我說過 你也猜不到 原來你之前辭了一份工作 做過一行是完全與藝術無關 是 福音界讀 幫助一些濫藥的青少年 那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完全是偏離了你本身 設定給自己人生的軌道 即你本身設計藝術 那你又是什麼情況之下 暫停你那個福音界讀所的崗位 真的來了搞現在那個 汽車藝術品牌呢 我猜在裡面我才找到什麼叫藝術 什麼叫價值 因為我在裡面見到一些年輕人 他們本身自己視自己為垃圾 但是後來你發覺原來他們 部份是極有創意 還有原來你發覺他們 個個都不同 然後你要個個都幫他們 找一些他們背後好像很厲害的東西 去幫他們重拾回自信 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是一個創作 那其實那個過程就有點像現在的了 像呀 因為每件汽車零件都要獨一無二 每個不同車的零件的瓦位都不同 你要找回他們的靈 你不是隨便堆上一塊的藝術品 就是藝術的了嗎 是的 就是用垃圾來做垃圾 我是最抗拒的 所以我一定要做那件事 讓它原先的價值 槓桿大很多 要不然你整理做什麼呢 就是浪費氣 所以我覺得要找到每個零件裡面 不同的價值 然後很有味道地將它們發掘出來 其實是我以前的訓練 去賦予我一些訓練